字幕提供 接下來這間店呢 一樣是在三重地區 所有人都知道 你只要跟他說花枝羹 大家都會說來這間 也是大家必吃的人潮好多 我們來吃一下它的花枝羹 你看它的花枝 你可以看到花枝本人的感覺 它是完全是花枝的形狀都還在這裡 它外面裹的粉也非常非常的少 來 吃一口看看 阿朗 你要不要擠一口 好脆喔 剛剛有看到花枝本人對不對 所以在咀嚼過程當中 你可以很明顯吃到花枝的脆度 跟花枝是在咬的時候 那個花枝的鮮甜度 你在海嘴裡面鹹鹹的味道 然後在外面裹著淡淡的魚漿的粉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花枝羹 讓你吃到是花枝本身該有的香味 它的湯口勾芡不是到勾芡 那種太濃的 所以喝起來是有一點點微微香湯的感覺 但是又有一點點勾芡的口感 所以它不會到很濃 然後喝起來是順口 是舒服滑進嘴巴裡面 我覺得跟花枝羹本人是非常搭的 除了花枝羹之外 大家也都會點這個米粉草 也是他們店裡面的招牌 而且這個攤子 就只賣這兩樣東西 可是它的人潮落意不絕 來喔 上面可以看到有豆芽菜 然後它的米粉是那種 比較粗一點點的米粉 嗯 一個字 香 炒米粉該有的那個 油蔥的香味 跟炒米粉整個鍋氣 在裡面那個蒸出來那個香味 在這裡面完全都有 然後有一點點酸 那我也蠻喜歡加辣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把辣醬加進去 辣椒一點微微酸 酸酸的感覺有點開胃 其實你真的會發現啊 想不到 其實我們在便利商店旁邊的走廊 然後呢這一整排 都是座位 可是我說真的 沒有一個地方是空的 所有的人全部都在等位置 所以我們一定要吃快一點 因為還有下一顆的人 要準備坐我這個位置 OK